YOW! 商民有救病,大家好,我是奧斯卡 今天我們繼續玩格蘭騎士團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 大家以為是一個科金必勝的系統 就是競技場,不定是它是科金必勝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就輕輕地打了PVP 已經到了這個伺服器的前十 其實打這個競技場,現在普遍只有幾隊 今天就不是講幾隊,我們是講一下競技場的機制 這個機制是怎樣呢? 我們先講獎勵 競技場的獎勵可以在這裡提到 你會看到青銅,一直衝上傳奇劍神 每一級都有三千多,兩千,三千多,超多的石送給你 真的超多 然後每周排名都會送給你 基本上,如果你去到中師二,你的達成獎勵已經接觸了 到中師一開始,已經是全服的排名 每個排名越上一級,每周的獎勵就會越多 去到前十的時候,更會送你25塊格蘭武器碎片 去到第三名,已經有直接送你一把,第二名送你一把半 第一名是直接送你兩把 即是我們現在第一位大陸,即是鷹段 每個禮拜會有兩把SSR給他,很誇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伺服者頭三名 嗯,他們都在欠崩潰 六死垂首其實都不知道 好了,你可能會說,其實這些都是課金仔遊戲 課金師可以帶我上去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不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只有10萬戰力的人 都衝了來上11名 其實具體來說,是怎樣衝的呢? 嗯,就要講到其實這隻遊戲的機制 這隻遊戲,如果每個禮拜,每一日 你都買滿了這些競技場券 即是每一日都買50個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可能團兩個禮拜的話 你一次過用完它來打的話 端鼓你一定爬到上前十 如果像我一樣,如果真的每日賣 我估計應該可以保持前十 因為畢竟前二十的人都開始打得有點懶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升到上去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就是拿我們碎片 但其實CP值,如果你計算的話 每一日如果你買滿的話 其實要1200石 1500石即是你兩日就可以抽到10抽 那七日來說呢 即是你可以抽到30抽 這些可以抽到一支SSR 那你不會打上前二或前一 其實就不算判得 因為30抽有可能會抽到SSR 那當然你升到上去 可能前三的話 你會有一八千石 不過其實比較難的 因為上面前三的人已經在二萬戰力 所以這一個呢 都是比較困難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想拿到前20或50的獎勵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團一團的券去打 我建議如果只有前50或前100人就不用 這個方法就是給前50或前10的人用 即是可以用的人 每天買一買,起碼拿到一個星期的眼花相片 好過沒有 但也要考慮一下,你可能60抽都會中到一個SSR 60.5抽,這個也是一個補博 最好就是你戰力夠高的情況下,不停隨機戰鬥都可以爬上來 其實大概整個PVP機制就是這樣 這個跟普通的PVP差不多 現在PVP的陣容基本上都是普主 然後加一隻輸出,火法或風窗,加一隻奶媽,水法 但也有人不是這樣玩的 好像我們第一名說,火法風窗加暗刺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練暗刺,所以這裡都比較特別 但我們看到上位是火箭加風窗加水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像我們一樣用土坦,但如果用土坦 基本上看到前9名都會用風窗 如果用風窗的話,會直接秒掉我們土坦 這個情況下就比較濕 所以很多人都直接不用土坦,直接用火箭去代替坦克位 所以這裡大家可以稍微考慮一下陣容搭配如何 不過其實也有些要求,風窗有風便,風窗要高得一點 這樣輸出才會上到你 好了,大致上是這樣 今集就講一下競技場的事 工會戰都快開了 我們復招財貓之家,雙五火龍巢魚 現在我們不停換身血,希望可以招到一些高戰力的人 其實我們有些朋友都在脫鬼 如果你有興趣加入我們的工會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然後在裡面登記或者直接敲我和我講 也可以的 我們五雙火龍巢魚 工會名字招牲 好,努力 我們工會暫時是排第2 今天看一看好像排第3 但我們今天換了時選人 應該就可以排到第2 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是奧斯 記得按你的讚讚,按你的小明多 就是這樣,拜拜 你起來請問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可以請問一下